我刚听说一件事情 徐玉玲昨天居然也跑去采访实验了 你怎么那么冷静呀 我早上去主编办公室 正好看见徐玉玲有些交稿子 我就寻思着 这两天也没有什么采访的任务啊 她交什么稿子呢 然后我刚猜 在茶水间的时候 我就听到 她居然也跑去采访实验 你知道更可气的是什么吗 我不是看过你的采访提纲吗 她居然完全就是偷你的提纲呀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 真是 我虽然没有按照提纲一问一答的采访 我虽然没有按照提纲一问一答的采访 林知道是同一份提纲 她把同样的问题回答了两遍 徐玉玲就是个骗子 不愧是李姐这么厉害 都能够采访到实验 是啊 林姐 你太棒了 这有什么的 你们俩努力啊 自评认为 听到 啊 啊 采访被揭胡 提纲背投 骑马被垫 天啊 我到底在他面前输了多少秋 其实实验这个人挺不错的 他这个大忙人能接受两遍采访 也算对你有耐心啊 说他好吧 他这人又记仇 殷勤不定 还喜欢看人出窮 说他不好吧 好像人还不错 不过采访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来什么 他这个人就是奥斯卡芬卡 真是看不懂这个男人 石总 市场部和财务部 刚出的论案的评估报告 目前来看 提价的空间还是有的 但是您真的考虑要 不过突然间 他们到底从哪弄来 这么一大笔资金呢 有利可图的事情 总会有人做的 注意 好久不见啊 去哪儿 我赞你一程 谢谢 不用了 哦 车里就我一个人 这车是乐志购买 过两天我就要去明玉上班了 嗯 你这么喜欢开车 怎么不去当司机啊 呦 这谁呀 人家开那么好的车 怎么又送你辆三十万的奔驰呢 还要过几天才能去上班啊 人家小舅舅一句话的事 怎么你还要面试好几楼才能进啊 我看你还是赶紧当你的司机去吧 别停在这儿 沈善 你真是舌坏莲花 太解析了 就她这种心理素质 还幻想着自己这辈子都坐不上的连号车 太小看实验 太高看她自己了吧 让她过来吧 震机者可能更想坐这辆车 想什么呢 唉 有些人不费吹灰顺利换了辆车 我这么努力 还被偷了提纲 劫富了财富 别说丧气话 就你这张倾国倾城 霍国殃民的脸 我一个女人都受不了 哪个男人都受了 什么倾国倾城 还是该点就点 该丢车里就丢车 司徒姨我可已经帮你约着了啊 你知道她现在有多难约吗 还好以前上学的时候 一起交流过谈恋爱的心得 还借给过她姨父去约会 有那么点儿交情 不然你可别想约到她 盛盛 谢谢你 我这不是盛宴报答你了吗 你说真的宝贝 我一个女人都受不了 你这种表情 所以说那个实验 到底什么反应啊 还是说 男人都喜欢玩 欲擒故纵 口线体政治那套 现在重要的 不是男人的套路 而是我要拿回 属于我自己的头版 这一年来 你这头版真的是执念啊 我可不是为了抢头版 我是为了 要证明自己 有生机电子刊的能力 你要做有新锐观点的 为普通金融受众发声的 跟纸刊不一样的电子刊 对吧 这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但在外人看来 我还是在抢头版呢 其实做副主编她不像吗 副主编也许像 但她真的不是我的目标 拥抱变化 升级电子刊 才是我的职业理想 你看 我采访实验 她临时改个采访时间 我们就措手不及 但电子刊就不会这样 保时新闻的时效性 发行方式多种多样 发个链接就能分享 这已经是现在人们的 新阅读习惯了 而且呈现给读者的形式 也很丰富 所以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已经规划了一个专题 放在电子刊上 如果能实现 那我离我的目标 就又进了一步 诗总 不好意思啊 快下班了还来打扰您 没关系 先喝点水吧 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 上次跟您聊完以后 我一直都在考虑您说的话 也和团队商量过了 我们都不想错过您这么好的伯乐 所以我这次来 也是想和施总您 重新谈一下投资的金额 可以啊 你能这个时候来找我 我很欣慰 但陈总 请给我点时间 这个我理解 重新议价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我这边 确实也有压力 很高兴你能重新考虑我的提议 我会尽快给你答复 好 如果按照你说的 你跟徐玉玲用的是 完全一样的提纲 那胜负的确很难讲 除非你有办法 能拿到新的内容 你说得对 但新的内容 我也要有本事见走它才行 找机会啊 你们俩昨天不还一起骑马来着 也算是有点私交了吧 好 我连他微信都没有 哪儿来的私交 再说他哪儿那么奇怪 他奇不奇怪那是重点吗 你得这么进来呀 郑书业 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为了 投板而战了 你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碾牙那个渣男 以及投你采访的人而战 更是为了你心心念念的电子开升级而战 东西给你闪送过去了 记得查收吧 谁啊 无聊的人 又有男人拜倒在你群下了 追你的人这么多 你真的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的 这你就不懂了 我的原则呢 是不拒绝 不解释 不挽留 况且这么初级的招数也想搞定我 太瞧瞧了 什么招数 借着帮我修东西的名义 故意把东西拉在我们家 以此来制造见面的机会 这么低级的套路 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玩 说起来 我也有东西拉在实验那儿 你怎么不早说 多好有见面机会啊 好 喂 你好 施总 财经界的正书一记者找您 嗯 喂 喂 施总 我好像拉了没耳环在您车上 请问您看见了吗 没看见 这枚耳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能不能麻烦您再看一眼 有多重要啊 它 比我生命还重要 它重要在于 它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 我妈妈也留给我的 它是我们家传家宝 嗯 它还是我的嫁妆 我未来在婚礼上打算带着她出嫁的 我看到她就会想到我外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她了 我外婆拿私精里三层外三层包了好多年 平时都舍不得拿出来带的 那所以为什么这次舍得带呀 嗯 正是因为 正是因为它是如此珍贵的传家宝 才配得上我采访施总您这样的重要时刻 嗯 嗯 看见了 你的嫁妆是塑料制品吗 哦 那个 哎 我家里祖上穷 生活苦 种地的 您见过什么世面 虽然它是塑料制品 但在当时已经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东西了 给它送过去 正小姐 您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看不到它我都睡不着觉 好 那我给您送过去 不好 意思麻烦您 我自己去取吧 嗯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